快要60歲的 關芝林外表還是女神等級的 雖然最近是比較淡出演藝圈 但是粉絲還是很關心 她的一舉一動 日前有一組她跟朋友 去登上的照片曝光 狀態好得讓人覺得不可思議 照片當中是她跟朋友去爬山 只見她一身休閒的裝扮 戴著帽子還有太陽眼鏡 但是還是巨星風采 不僅看得出來 她的臉蛋身材都維持得相當好 完全看不出來快要60歲了 這樣的狀態讓很多女性相當羨慕 回到台灣看到 這也是一個女神等級的防疫女神 講到的就是賈永傑 那麼現在隨著確診的案例 又逐漸的升高當中 她又默默回到了抗疫行列 一連好幾天為醫護人員 送飲料送吃的 還跟爆紅的九天選女蜂巢搭託 被網友笑稱是 唯一指定女神感應到了 她說現在最辛苦的 還是第一線的檢測站的醫護人員 大熱天的還是要穿著隔離衣 全身都濕透 所以她選擇送飲料 來幫助他們稍微舒緩一下 以及有超過萬名網友 融入了賈永傑的臉書當中 給她按個讚 說台灣有你真好 依然袁艾菲在2019年 和認識10年的圈外男朋友 登記結婚 日前她的老公在IG上面 PO出了跟家裡的貓在互動 她先是趁貓不注意的時候 從旁邊去突襲 再把貓夾到兩腿之間來鬥完 最後來個大吸貓 這樣一連串的動作 有網友說這不是在寵物愛她吧 這好像有點在虐待她 那麼袁艾菲老公知道之後 趕緊先道歉 但是網友認為她的道歉 沒什麼誠意 眼看事實在不對 太太袁艾菲跳出來 趕快發文滅火 強調老公真的有認真反省 同時也承諾不會再犯了 馬CTI我發發號可以有折扣哦